完了完了完了 这个小螃蟹死了吗 怎么只剩壳了 我正准备把它捞出来的时候 我突然发现 它边上露出两个小眼睛 原来它并没有死 只是脱壳了 先喂它一只虾吧 一会我们可以看到可爱的小乌贼 还有飞轮蟹 这只小馒头蟹 闻到了虾仁的味道 准备从沙里起生来捕食这只虾 说是吃那是快 它伸出了它一条腿 然后把这个虾勾到了自己的面前 再勾到它自己面前的瞬间 它把这个钳子两倒出来 然后牢牢的抱住这只虾 从此以后 这只虾不可能再从它的钳子下逃跑了 这个蛮头蟹 看上去是个铁喊喊 但是它捕食的速度特别的快 趁它大块怼的时候 我们看看它多小呀 拖了一次壳才这么大 闻到了虾仁的味道 这个飞轮蟹也从沙子里出来了 这两个小爪子到处乱抓 但是没什么用啊 感觉它这个两个眼睛是摆设 你看 这个蛮头蟹 感觉到了危险从沙地里出来了 随时准备逃跑 你看这只飞轮蟹就在这里边走边抓 但是什么也抓不到 因为这只馒头蟹早就跑远了 然后它到了馒头蟹原来藏身的地方 开始吃沙子 也是挺可怜啊 估计这沙子上还有那个虾仁的味儿呢 但是虾仁已经不见了 躲在出水口里面的这个舌汤里也闻到了吓人的味道啊 纷纷的探出脑袋 看看外面是不是有吃的了 舌汤里是群居性的鱼类 在野外几十条甚至上百条会躲在一个洞穴里 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 最大胆的一条会先游出洞穴查看情况 当没有危险的时候 其他的组员会纷纷的从这个洞穴里游出来寻找食物 这样可爱的小家伙 你们爱了吗 最后分享一下这个小屋贼啊 还剩五六个 但是这几个都长大了 能够自主捕食康虾了 那接下去就是保证食物充足 希望他们能够继续长大了 好了 今天我们就说到这套Frank 感谢大家收看